混老爹 趕電玩 大家好 SLY 各位觀眾 這一次 有一個 研究物資的UP 他說有10% 好嘞 老爹存了900張券 現在904嘛對不對 我們用到900張 我們來看機率如何 900張 來 先抽到800張 一個 只要算橙色就算一個啦 兩個 三個 四個 五個 還是五個 六個 七個 八個 八個 九個 好 他說10%喔 我們是測9% 沒關係 五個 再一排 一 二 三 四 五六 七 八 九 超過10%耶 12個耶 哦 不錯耶 這樣的話老爹想要全下啦 好 我們再來 現在有700張 我們再補個300張 300張看幾個哦 1 2 3 3 4 5 6 7 8 9 10 11 11 12 13 14 15 16 6 靠腰 17 18 19 20 21 21 21 22 23 22 23 22 23 2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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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3 22 23 24 這個崩譜核心,我們把它抽到10級了 10級以後再來用 現在7級 6級 如果升到10級的話 10級的話效果是什麼 達人之力特喔 好,先這樣啦 沒問題 那麼現在 溫德 解封 來 立劍 那我的溫德都差不多了吧 這一次 挑戰我們的 自己場 本來老爹都這樣放喔 但是 這個溫德是職商的喔 所以我們放捷弱勢看看 那理論上我們應該要這樣子放 對吧 好 挑戰我們 第四名的 第四名的 周杰倫 全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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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喔 全球 好 來 對面的忍者 三百萬 對面的忍者 三百萬 這就是我們公會的盟友喔 好,一個追擊 一百七十萬 一百七十萬 他的紅昏女要GG啦 對面的尖頭十一炮 零三台 問得一個追擊 一百三 紅昏女 直接六百萬 太囂張啦 對面的紅昏女 一死 好 直接跳過 贏啦 來 紅昏女GG就不用玩啦 挑戰第三名的 燕蛋螞蟻 大亨利 大亨利是我們服的第三強喔 確定啦 很少的人打贏他喔 他就是KK啊 來 他的紅昏女內傷啦 我們繼續 他也一直踢我的紅昏喔 不緊張 我們再來 對面的尖頭十一炮 零三台 沒問題 他的紅昏女 一死 我這一隊真的是很滿意耶 我真的是很滿意耶 雙重追擊流 我覺得比原本強多了喔 一次遇到兩隻 現在來到 六打四的局面 再帶走他的溫能 我們就贏啦 好 先做紙一炮 還是你 換老天的紅昏女 三百六十萬 拋截拳 拋截拳 欸這真的是 太狂啦 輕輕鬆鬆 辛辛苦苦 結束比賽 來 最後 挑戰我們的時間管理大亨 為什麼要這樣放 因為我要暈他的紅昏女喔 我要暈他的紅昏女 是不是這樣放更好啊 這樣捷弱絲還可以出手耶 好 我們試試看 也許這樣更好喔 來 挑戰我們的 我已經幾百年沒有打贏過他啦 來 對面的忍者 好 零三害再來 追擊了一下他的紅昏女 我們繼續 他的紅昏女已死內傷啦 繼續追擊 看誰的紅昏女先倒下來 再一個追擊 再一個追擊 潔弱絲依舊開不出大招 沒關係 對面的潔弱絲一炮 一千兩百萬 好 再來 好 再來 好 再來 老天的溫德 哎呀沒有暈的紅昏女啊 他的紅昏女已經死內了 他的紅昏女已經死內了 七星紅昏女已經死內了 哎 我終於打掉七星紅昏女了 怎麼可能啊 抱著咧 老天的潔弱絲 零三海 好 再來 黃昏女 還戳不破 七星解肉絲 八百多萬 兔兔 旋風山 我剛剛打贏啦 我打贏啦 六個大四個 哎 各位觀眾 也就是說 老爹只要 陣容排隊的話 現在是可以打贏大亨利的 我的陣容 只要 針對性的去排 就有機會打贏 好開心啊 我已經不知道幾百年沒打贏了 他的溫德已經死內了 七星溫德已經死內了 這真的是很感動的一刻啊 難道我可以perfect嗎 沒問題 這真的是perfect啦 我應該沒有角色會倒下來喔 應該是perfect啦 我也有今天啊 靠 要打三個打那麼久 欸不管怎樣 我覺得今天真的是太感動啦 你們知道我打多久打不贏了嗎 再來 快 這都是一爆 1000萬我還是perfect的啊 到底老爹能不能perfect 欸 撐住啊 欸怎麼都暈不到啊 都暈不到欸 我的溫德怎麼都暈不到人啊 這怎麼回事啊 暈一下吧 這都是一爆 好 太硬啦 這真的太硬啦 哇 沒有perfect啦 好啦 不過很開心啦 打贏就很開心啦 打贏就很開心啦 那麼今天這部影片全到這邊 我們下部影片見 大家 拜拜 第一次啊 打贏就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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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贏就好